藍白河倒入政黨協商的階段了 不過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上午突然怒嗆說 要不要嫁娶是我說了算 不是沒人說了算 也遭到外界解讀 是不是見指自家主席朱立文呢 不是你要不要排除我 我是最重要的角色 我有相信侯友宜不會說什麼 他講的才算 侯可兩人隔空互嗆 藍白整合進入政黨協商 高度升級到黨魁對黨魁 但侯友宜這番話 似乎見指自家主席朱立文 要不要娶 要不要嫁 不是沒人說了算 自詩兩黨沒人 朱立文如今卻 里外不是人 國民黨前立委孫大謙掀開第一槍 痛批侯友宜 藍白整合是朱立文 說了算 不是你 侯友宜 他說他30秒可以決定別人的生死 那如果這時間 拖過了多少個30秒 國民黨 你們的最大戰略目標是什麼 難道是贏過柯文哲嗎 然後失去總統選舉 尤其早就傳出 柯文哲私下表態 藍贏副手人選柯志恩 甚至會比侯友宜還好 上午侯伴記者會上 侯友宜只能強掛笑容 心情恐怕五味雜陳 你說柯柯 柯平方 你確定那個柯不是柯介明 是柯志恩 沒有人告知 所以我也無從了解起 柯主席所講的東西 起碼我們兩個候選人聽的內容都不一樣 不要把閒聊的東西 拿來當作結論 藍白魂市 先是聘金聘禮 瞧不定 現今侯友宜就怕 新娘不是我 國民黨內部恐怕先後院失火 記者參謀劉承雲 新北市采訪不到